主席 可能会造成国人的误会或误解 说我们这一次的领海基线 因为是由内政部来报草案的本身 然后呢 这个领海基线在这一次 因为过去民国88年修改过一次 10年没有修正 这次报行政院的修正 居然还是没有把金门跟马祖 列入中华民国的海岸基线 那针对这个问题 因为既然报纸用全国版的方式来质疑 我觉得这恐怕造成国人的误会 而且因为这个主旗逝者是 内政部 所以我要请教部长 就是说 10年前当时时空环境 没有把金门马祖列入 那10年之后 为什么这一次 在行政院的院会当中 还是没有列入 而且报纸说 原来内政部有建议 要把金门马祖列入 请问有没有部长 向委员报告 这个案子呢 是在如同委员讲的 10年前 当时内政部曾经为了要第一次 去公布我国领海的基点跟基线 而曾经承行行政院 并且正式经过行政院院会 决议通过 那这个依据就是我们这一次 今年在进一步去做微调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根据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进行微调的作业的时候 并没有正式经过行政院的院会的正式讨论 而是用上签的方式 由院里面合可 然后在行政院公报公布 那么在10年前 当时公布 为什么没有把金马这两个地方 他们的沿海的这个 基点跟基线画进来 其那个决策的内容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也同样不清楚 在过去这10年里面 历经了两个不同的政党执政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对这个金马地区的 这一个领海基点基线 做出其他变更的决议或讨论 那么在最近我们所公布的 这个行政院的公报里面 所讲的这一个变更 其实它只是纯粹就技术方面的变更 所谓技术方面的变更是 没有彻底或全盘的去检讨原来的 金马是否划入的问题 而只是就我们上次所公布的 这第一批临海的基线坐标 因为当时这个基点的选择 是在海图上面直接选点 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划定的时候 是有派人到基点的现场 去实地的勘察 用比较高精度高密度的仪器 来进行测量 那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当时 选定了这20几个基点 能够画得更精确 并且把这个坐标呢 转换成国际上海图 所惯用的坐标 所以这整个是技术性的问题 我理解你这样的解释 所以本期想跟你确定 第一个 依你所知 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八年当中 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任何的修正 是的 在当时的内政部 你上任之后所了解 过去的主旗适者内政部 或相关的单位也没有 所以过去的八年的民进党政府 也没有准备修正这个东西 把金门马祖列入中华民国的领海 这是过去八年的运作 都如此 第二个 你今天所做的 只是针对十年前所做的部分 做更精准的一个调整而已 是的 对不对 那自由时报公开的点名 说你们内政部原来有主张 把金门马祖列进去 是行政院不同意 请问这件事情 有没有这样 向委员报告 在十年之前 我知道的是 我们同仁跟我讲 当时上给行政院的签诚 曾经原先是有建议 不只是把金马列进去 而且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对于我们的国家领域 跟领土的规定 可以说是从山东 一直到海南岛 通通画有领海的这个基线 但是这样的一个讨论 后来可能因为牵测到的 不管是 我们跟其他国家 或大陆地区的这个争议比较大 最后做成的决定是 我们只画了台蓬以及东沙 以及西沙 对不起南沙等等 那么至于说 我们上次所公布的 这一批的这个基点跟基线 它的正式名称是第一批 临海基线 临海及临街区的外界线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比较没有争议的 第一批公布 那比较可能有争议的第二批 或甚至第三批会分批公布 那么在十年前公布的第一批之后 事实上一直都没有在进行 其他第二批或第三批的公布 但在今年的这个作业里面 我们现在是先就第一批 比较有争议 比较没有争议的 过去已经决定了先公布 那至于现在报纸上所关心的 金马这两个地区 我们其实是有打算 在第二批会讨议公布 而且比较倾向于就按照 金马属于我国实际统治管辖的范围 我们是倾向于要公布 作为我们要划定基线 跟这个基点的地区 所以部长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到现在 从来没有放弃金门马祖 实质是做我们国家 这是确然无缘的 那在未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 未来的第二批之后 第二批的修正的时候 把金门马祖 划入我国的领海基线 是的 完全 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弹性的做法 所以绝不涉及到 我们对国家主权的捍卫 绝对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变更 我们对金马的 不管是主权 或者是实际管辖权的主张 那么在这一点呢 是不管是过去十年前 划定的时候 或过去八年 在不同的政党执政的时候 一直都是如此 我想没有一个政府 在我们中华民国这一边 是到此的一种放弃金马的领土主权 或者是领海主权的主张 那我们这现在公布的 只是把十年前第一批公布的 技术性的一些细节 把它做一些微调 那至于说像金马 或者甚至其他地区 我们会打算在第二批 或是第三批里面 陆续公布的 好 那部长 这一点 本期可以确定我们内政部的立场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都是同样的立场的话 我相信过去民进党执政了八年 也绝对无意把金门马祖 抛除掉在我国的领海 我相信不会 所以我觉得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 捍卫国家主权是一致的 所以今天不要因为政党轮替 而造成任何政治上的一个批判 而造成整个国内的分裂 这样的话 对部长或对内政部 或对国家的整个主权的维护来讲的话 会更多的困扰 但是本期还是希望 第一个 内政部今天应该要 慎重其事的 对外慎重的去做一个新闻的处理 第二个 针对第二批开始 大概规划在什么时候 是不是也有个旗程的一个规划 譬如说你是在一年内的画 还是两年之内画 因为你第一批是十年前画的 那如果是第二批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会画出来 本期也希望部长 也能够做出一个基本的概括的方向 请问这个部分 您现在有一个答案吗 第二批大概什么时候 我相信一年内应该就可以画 一年内 但是属于这个 到现场 去做比较高密度的 高精度的这个仪器的测量 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科学人员 所需要的时间 但是就原则来讲 我们当然不会 无限期的严格下去 尤其是金门跟马祖这个租分 我们会尽快 绝对会在一年里面 把它划定并且公布 好谢谢 谢谢部长 部长你请回 我请政副署长 这个今天 因为中国时报也有个头版 他讲我国有四艘的渔船 被缅甸的军方 在19号的时候 就被缅甸军方压到缅甸的仰光 那这件事情 因为我想护鱼 不仅是在钓鱼台的领域 其实现在在我们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护鱼 其实一直是国人非常期待的 那本席的选区在淡水 像我们在场 这个赖委员的故乡是在万里金山 那其实不要讲是东港的问题 这是全国有渔船的 这个我们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针对这个问题 刚刚媒体给我转述说 你刚刚第一时间 接受巡达的时候 说你不晓得 海巡署不晓得这件事情 请问海巡署真的不晓得这件事情吗 副署长 请你做个厘清 谢谢委员的关心 我在这里做一个报告 依照我们最新的资料 目前被印尼的军舰 被缅甸的军舰查扣的是 东港籍的明镇义50吨 跟何一花50吨 这是两艘是确定的 两艘确定 这是确定的 那报纸说有四艘 那另外那两艘呢 红花128号50吨 跟金明才99吨 目前是渔月署跟外交部都还继续在查证当中 还没有确认就对了 是是那请问了当时按照报载是说19号的时候 他们就明镇一号的船长 他的太太 红小姐 他就打电话向东港渔月电台来报案 那一般来讲根据我所知道的 我们的标准的作为SOP的话 他渔月电台一报案的话 相关单位全部都会知道嘛 对不对 海巡署不可能不知道嘛 所以基本上第一时间海巡署就应该知道了 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 它当然涉及到我们外交单位要去接洽 我们现在跟缅甸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他一定会透过泰国的方式过去 但是海巡署从19号到今天为止 海巡署的基本的处理的动作是做哪些的规划 跟哪些的处理呢 谢谢委员关心 我们海巡署接到了通报以后 第一个就协调了外交部 外交部也协调了所谓的主任单位约束 那我想各位委员也晓得 缅甸是个军政府 那么协调联系就不是那么样的容易 那就我的了解 外交部是非常积极的协调 加上他跟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还透过各种的管道 譬如说透过泰国之类的来进行协商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船上的卫星电话全部不通 VMS它的床位位置也都 那等于是被切断了 是被切断了 都没有显示出来 应该是被切断了 应该是这样 都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目前的话 只有透过外交的系统 利用各种的管道来继续查证 那请问副书长 缅甸的海域 是不是我们海巡署 互于的合法的有效保护范围 目前的话 我们海巡署的舰艇 是以我们的EEZ 就是我们的经济海域200海里为基准 那缅甸这个的话 已经远远的超出好几千里了 所以平常我们的海巡署的护范 实际上在目前正常的规划 200经济领域 海域当中 我们并没有涉及到缅甸的海域的部分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希望海巡署能够做一个正式一个厘清 因为我认为媒体会误会说 你平常该护范 你没有护范 出了事情之后 你又一推 说是外交部的事情 我觉得这要造成对海巡署 很大的形象的伤害 所以这第一点要做确认 那第二点就是说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目前最接近缅甸海域的护范 目前你所知道规划是到什么地方 只有在中西太平洋 中西太平洋 每三个月有一季的 我们有一个巡路船到那个地方去护范 就到那个部分 那对于缅甸啊 印尼这一块 平常是超出了我们的经济海域 我们是船没有到那里 除非说有发生了任何的一些状况 而且这个状况是预知的 我们会适当的机会会派船去 那一般的话是没有 是 所以我想海巡署应该针对这个部分 在你今天一定要立即对他做一个 很慎重完整的一个说明 然后呢 外交部的这个部分也应该 你们跟外交部要一体联手 否则的话 我本期的看法就是说 我刚刚问 外交部也说 相关的有关护范的部分 要问海巡署 那如果说外交接驾要问外交部 那这个话我觉得多头马车 而且我觉得今天政府的部会 虽然是跨部会 可是他政府的施政是一体的 所以对于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少一点 整个社会的误解 多一点来保护渔民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 我肯定海巡署 也肯定政府署长的一个作为 但是我们希望外界不要 做太多的一个扭曲的批判 但是前提就是 你们必须自己要有所动作 有所积极的作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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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